你都想教出快乐的小朋友? 今天我,儿童心理学博士Rosa 会和你分享哈佛大学的最新研究 帮助你利用三个方法 教出快乐的小朋友 第一点,我们要教导小朋友 不同的情绪,包括伤心、悲伤 都是正常的 而且也不是永久性的 始终在小朋友的人生路上 他始终会遇到难题和挑战 而小朋友在遇到挑战的时候 会感受到悲伤、失望、沮丧、焦虑 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而我们也要让小朋友知道 他有这些感受不是永久性的 很多家长因为爱子、爱女、心切 当我们见到小朋友不开心的时候 我们会很想帮他排解这些感受 有些家长可能会哄小朋友 我把雪糕给你吃 吃完雪糕就会开心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隐忧在这里 就是当我们用一些外来的物件 可能是食物 可能是一些物质 去帮助小朋友 把自己的情绪放在一边的时候 其实小朋友没有学过 当自己有不开心的情绪的时候 如何用一个健康的方式 和这个情绪共处 当小朋友慢慢长大了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危机 就是他们可能会用比较不太健康的方式 去回应自己的情绪 包括迂走 如果我们不想小朋友 用不太健康的方式去回应情绪的话 我们就要由小朋友年纪小的时候 就已经要教小朋友 我们如何用言语 或者用不同的方式 去抒发自己的感受 举个例子 我的小学生 我会教导他们 用不同的天气去描绘自己的感受 例如我有些学生就会说 我今天 我的状态好像一个大晨天 我会追问 大晨天 听起上来 代表今天你有些事情很期待 我们就一直谈下去 或者有些学生就会跟我说 我今天乌云蜜布 我会说 乌云蜜布 看起上来 今天有些事情都令你挺担忧的 用不同的天气去描绘自己今天的状态 而我大小小的学生 比如好像中学生 就可以用更复杂的概念 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最近有一位中学生跟我分享 我发现我那个猛疹 或者我那个愤怒 有点像一个碎火山 代表他不是不在 他都还在 只不过我按住他 其实也代表了这位学生 很留意到自己情绪的状态 也表达到那种微小的不同之处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由小朋友年纪小的时候 开始教他用一些简单的方式去描绘 如果今天的状态好像太阳那样 就画个太阳出来 或者好像我那位学生 他觉得自己的情绪好像一个碎火山那样 那我们就一起去做了一个碎火山的模型 然后一路做的时候 我的学生就可以一路表达他当中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就是用一些健康的方式 帮助小朋友去抒发 也都表达自己的情绪 让小朋友从小就学习到情绪并不可怕 第二点 家长我们也都要留意的就是 我们会不会在无形间让小朋友害怕了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呢 常常都会放大了负面消息 譬如我们打开新闻的话 常常都会听到某一个地区地震 某一个地区有海啸 某些人撞车 这个世界是充斥了很多负面消息 而如果我们家长期都有这一类的消息 在新闻播出的话 其实都会令到小朋友的焦虑感增加 令到小朋友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比较健康的方式 其实我们是可以教小朋友 如果我们实质要面对到这些的情况 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做呢 举个例子 如果家长真的担心小朋友会跟着陌生人 去其他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清晰告诉小朋友 如果有一个陌生的哥哥姐姐过来 说要带你去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就不要了 但也同一时间要让小朋友知道 我们不需要在每一个环境 都完全害怕所有的陌生人 第三点 我们都要留意一下自己今天的状态 家长 我们对事物的看法 其实是真的会影响小朋友对不同的事情的看法 所以如果我们普遍来说是带着一个乐观的心去看这个世界的话 小朋友都会比较容易用一个乐观的心去看挑战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都要定期看看 我今天自己的状态是怎样的 而我今天自己的状态又会怎样影响眼前的这位小朋友 而这个影响又不是我想要的呢 如果不是我想要的话 我们怎样去调整自己 令到自己去先照顾了自己的需要 自己先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 我们真的要从小就教导小朋友怎样面对愤怒失望的情绪 只要你的小朋友是三岁以上 快点去我们的happyyoufamily.com 在我们的happyyou教育平台里面 我们有这个故事叫做 《歪掉的单车轮》 在这个故事里面 小朋友就会看到故事主人翁在学习踩单车 然后学习踩单车的时候 人就会有不同的愤怒情绪 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主人翁就发了脾气 好猛烈啊 其实在故事里面小朋友都会学习到 原来当我们面对到新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的自我沟通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有失望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和自己沟通 让自己能够平静自己的心灵 再来面对挑战 快点去happyyoufamily.com 让你的孩子用健康的方式学习 面对愤怒的情绪 而且我们happyyou教育平台上的 所有故事都是中英对峡 在你的小朋友学习管理情绪的同时 也都提升他们的中英文能力 我们下期考虑 雨 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4